第四十九章 似曾相似的一幕 哥 等会儿你带七郎去关城那边 我就不跟你们一起了 李七郎满脸糊涂地看住李武鸭 无解 这又是为什么 李武鸭点了一下傻弟弟的脑袋 我要过去了 那其他人不就知道我也会攻佛吗 李七郎睁眼 你本来就会啊 李武鸭背负双手 仰着下巴道 我是女孩子 我学武功是为了自保 和你们建功立业不一样 不需要别人知道 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同来证明自己 外人不知道我会武功 对我的保护更大 我们把爹和这小白脸就回来了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我去不去对结果都没什么影响 再来嘛 黑衣人都没法救的人 我们去救了回来 肯定会得到大人物的召见 我要是在场 岂不是会给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 太不利于日后地继续往来了 李七郎一脑袋问号 他咋没听明白呢 姐 我不懂 你怎么就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了 李五鸦派了派傻白甜弟弟的肩膀 七郎啊 姐问你 你挑媳妇是选一个温柔闲境的 还是挑一个母老虎 李七郎秒回 我当然要挑个温柔闲境的了 谁会喜欢母老虎啊 扫到李五鸦危险的眼神 立马又到 姐 你虽然是有点凶 还一点都不让人 但是吧 我觉得你距离母老虎 还是有一丢丢距离地伸出小拇指 掐了点指尖 李五鸦面无表情地看住李七郎 看得李七郎小心肝乱跳 李七郎义正言辞地表示 姐 你绝对不是母老虎 谁要敢说你是母老虎 我就跟他急说着 赶紧转移话题 姐 我还是没明白 这跟挑媳妇有什么关系啊 李五鸦哼了哼 世人都喜欢温柔闲境的姑娘 我不得维护好自己的名声了 整天跟住你们打打杀杀的 我能有什么好名声 李七郎无语了 怎么就是跟住他们打打杀杀了 分明是他们跟住他 打打杀杀 好吧 李三郎总算明白了 自家小妹的脑回路 好笑道 我们家日后应该没机会 和庄将军他们有来往的吧 李五鸦看了眼傻哥哥 指着大储兵道 哥 我们可是他的救命恩人 咱们家一点硬关系都没有 这就是突破口啊 李七郎瞅着李五鸦 挠着头 无解 你这也想得特多了 李五鸦懒得跟他废话 看向李三郎 哥 那些黑衣人应该发现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第三路人去了北燕大后方 你是怎么想的 李七郎插话 第三路人不就是我们吗 还需要怎么想 李五鸦没理傻白甜弟弟 只看着他哥 李三郎明白李五鸦的意思 想了一下道 爹这次是拼着已死 才为咱们家争取到了 更改军户户籍的机会 战场上危险重重 这些年 娘没有一天不担心的 咱们全家聚在一起的日子 更是少得可怜 所以 那第三路人跟我们没有关系 李五鸦笑着点了点头 他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深入北燕大后方 悄无声息地解决到北燕兵 并成功救回两人 这些无一不说明 出手之人的强大 真要出面认下了 爹岭关那边 百分之百会挽留他哥的 就是傻白甜弟弟 也可能被惦记上 如今他们家军户户籍 已经解决了 又何必继续回到战场上 冒险拼杀呢 那你们快过去吧 对了 要是这小白脸真的有来头 一定要记得讨要好处啊 五姐 你就放心吧 有我在那 李七郎派着胸脯打包票 这个时候 谁都没注意到 小白脸的手指动了一下 之后 李三郎和李七郎 就各背住一个伤患 朝着迭岭关跑去了 庄玉堂营帐中 蔡建成正处于极度悲痛中 庄玉堂坐在旁边 并没有开口劝慰 此时此刻 不管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就在这时 副将徐成坤 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 庄玉堂见了 面露不满 什么是这么住击 徐成坤喘息住出气 面上还残留着难以置信 将军 总督大人 蔡小侯爷被人救回来了 什么 蔡建成和庄玉堂 蹭得一下纷纷站了起来 庄玉堂 怎么回 话还没说完 就见蔡建成 就急不去到徐成坤面前 一把抓住他胸前的衣襟 急切地问道 你没骗我吧 什么叫做 我儿子被救回来了 他还活着 徐成坤忙不迭地点头 小侯爷还活着 我亲眼看到的 刚送军医那边 不等他说完 蔡建成就一六烟地跑得 没了踪影 徐成坤获得了自由 立马大口大口呼气 总督大人 手劲而可真大 差点憋死我了 等他气息平稳下来 庄玉堂才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徐成坤立马惊异连连地说道 将军是李三郎 他带住他那才十岁的弟弟 去把李长森和蔡小侯爷 就回来了 庄玉堂这时 也没了以往的淡定了 语气有些急切 把话说明白点 是带回了两人的尸体 还是两人都还活着 徐成坤 是两人都还活着 我刚刚亲自上手 摸了他们的颈脉 都还跳住呢 说起这个 他也是意外极了 他们和拓拔云 交战这么多年 太清楚那人的残暴了 李长森那些人 烧了北燕军的粮草 他不可能还留下活口的 可偏偏李长森和蔡小侯爷 都活了下来 庄玉堂先是震惊了一会儿 接着 面色又舒展了开来 蔡小侯爷没事就好 轻卫队没救回蔡小侯爷 别看蔡总督嘴上说没事 心里肯定不舒服 如今倒是不用愁这个了 说着 踏步走出了营帐 直接去了军医营帐 到的时候 庄玉堂并没有看到 蔡总督和蔡小侯爷 就在他到之前 蔡总督就将 势而复得的儿子 接取他自己的营帐 医治了 对此 庄玉堂没什么意外的 蔡总督是皇上的舅舅 前来边关时 皇上担心他的安危 特派了两名太医随行 此刻 营帐里只有李长森在 几个军医正在飞快地 处理他身上的大小伤口 而李三郎和李七郎 就站在一旁筑急地看住 庄玉堂上前看了一下 李长森的伤 全身上下 可以说几乎没有完好的地方 就这样还能活下来 不得不说一生命打 就连几个军医 也连连撑齐 李队长这身体真是壮士 要是其他身体稍微弱一点的 绝对扛不住这么重的伤 一个军医突然看向 李七郎和李三郎 李队长身上的伤口 是你们包扎的 李三郎点了点头 对 我们没包扎错吧 军医笑道 没有 你们包扎得很好 用的止血散和金创药 药效更是厉害 我看了一下 李队长身上的伤口 能这么快止住血 完全是因为你们用的药 这些药 你们从哪来的 听到这话 就是庄玉堂 也看向了李三郎和李七郎 李三郎面不改色地回道 我外祖父一家是山中猎户 平时打猎的时候 也会采药 我娘跟住学了一些药理 然后我们几兄妹都懂一些 这些药 都是按照外祖家的老方子 胡乱配的 军医一听是人家的老方子 就没再多问了 像这种有奇效的药方子 都是要留作传家的 庄玉堂看了一眼兄弟俩 又看向军医 务必要治好李队长 军医立马点头应下 将军放心 我等一定尽力 不过 李队长伤得太重了 就算保住命 日后也得好好将养着李七郎 抬眼看了看说话军医 撇了下嘴 然后又飞快地垂下了眼眸 有他解在 要不了多久 他爹又能生龙活虎了 庄玉堂注意到李七郎的小动作 挑了挑眉 没说什么 向军医确定了李长森没有生命危险 才带着兄弟俩出了医仗 回到他的营仗 庄玉堂才出声问道 说说吧 你们是怎么救出你爹他们的 李三郎立马将打好复稿的说辞说了出来 除了隐去了李武鸦 还杜撰了两个武功高手出来 要不是突然出现的高手 击杀了北燕兵 我们根本不可能这么顺利地 将我爹他们带回来 庄玉堂皱了皱眉 武功高手 李七郎忙不迭点头 就是武功高手 他们可厉害了 刷刷刷树叶乱飞 然后北燕兵就倒地不起了 庄玉堂看了看相互打配合的兄弟俩 虽然他们的说辞没什么问题 可是他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而 正想着继续深问下去 听见门外的兵说总督大人来了 一听到总督来了 李七郎的双眼就亮了起来 还兴奋地朝住李三郎眨了眨眼睛 他们真的救了一个大人物回来 他可听军医说了 那小白脸就是总督大人的儿子 还是个小侯爷 很快 蔡剑成就走进了营帐 看到李三郎和李七郎 严肃的脸庞格外的和蔼 要不是这两人 他就没儿子了 蔡剑成走到李三郎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才坐到了 庄玉堂让出的主位上 我听你们庄将军说了 你在战场上的表现不错 这次能进入北燕后方 就会你爹和我儿 可见你是有真本事的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来我身边做个亲卫啊 这是蔡剑成给出的最大诚意了 对于底层军户的李三郎来说 能成为郑二品大员身边的亲卫 无疑是莫大的荣幸了 若是以前 李三郎或许还会答应 可是现在他摇头拒绝了 多谢总督台爱 我爹受了重伤 我是家中长子 我得回家照顾他 蔡剑成没想自己会被拒绝 他是真心感谢这兄弟俩的 让李三郎做亲卫 既是保恩 也是爱财 你回家能做什么呢 李三郎看了看庄玉堂 我爹回来了 更改军户户籍还做数吗 庄玉堂 当然做数了 知道蔡总督不知道这些小事 主动解释道 之前李长森提出的条件 是变更他们家的军户户籍文言 蔡剑成有些沉默了 看住李三郎 你的身手不该被埋没的 尤其是你还这么年轻 假以时日 在战场上 一定可以拨出一番虔诚的 李七郎忍不住插话了 不一定吧 我爹杀敌那么厉害 不还一直是个小队长吗 没本事的人都成百夫长了 听到这话 蔡剑成立马看向庄玉堂 庄玉堂看了一眼两兄弟 然后朝着蔡剑成方向低声道 回头我再跟总督解释 蔡剑成想想也知道 肯定又是攀关系 走后门的 几调真正有本事没背景的 这种事在哪里都屡见不鲜 庄玉堂驻守的谍领官 算是相对公平的了 他还算满意 不会在这个时候给他难堪 只是看住李三郎 你们家的户籍更改了 你也可以做我的亲卫 这并不冲突 李三郎还是摇头拒绝了 庄玉堂意外地看了看李三郎 就算李家成了名户 在这边关生活 还是很艰难的 军户至少还分田地 名户虽不服兵役了 可田地也没了 如此一来 李家何以为生呢 见李三郎一直坚决 蔡剑成也没再多劝 好吧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要是改变了注意 可以随时来找我之后 蔡剑成就没再说其他的了 端起茶慢慢喝了起来 李七郎见就这么结束了 当即不干了 他们可是救了他的儿子 怎么一点实际的好处 都不给他们呢 李七郎突然捂住胸口 攻起身来 做出一副极力忍痛的表情 他这动静 立马引得蔡剑成盒装玉堂 看了过来 李三郎愣了一下 才急气地问道 七郎 你怎么了 李七郎强撑着摇头 哥 我没事 不过就是冲进尸坑 背出小活爷的时候 被人打了一掌 我缓缓就好了 李三郎瞬间明白 弟弟是在做戏了 脸色有些发僵 只能硬住头皮 帮李七郎顺气 做配合 哥 好几次 我都以为我们会被 北燕兵杀死 但我们冲出来了 既然我们没死在 北燕兵手中 那这点小伤 我一定可以扛过去的 说是这么说 可李七郎脸上的痛苦 却更胜了 李三郎从不知道 弟弟竟然这么会演戏 瞧瞧这痛的五官都扭曲了 一副要不是他扶住 就要倒地的模样 他若不知道真实情况 他都要信以为真了 蔡剑成看住李七郎的表演 有些沉默 过了半赏 解下了腰间的玉佩 递给了李三郎 这是本总督的随身玉佩 日后你们遇上事了 都可以拿着玉佩 来总督府找我 话音一落 庄玉堂清楚地看到 李七郎眼中的光亮 猛地亮了起来 顿时忍不住 扶俄转移视线了 多么似曾相似的一幕啊 这小家伙 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他记得当初在驿站的时候 他和他那双胞胎的姐姐 就是胆大包天的主 当时 他姐敢问他要药材 如今 他敢问总督讨要好处 果然是心灵相通的双胞胎啊 第五十章 段清 蔡剑成记挂着儿子的伤势 向李三郎和李七郎 表示感谢后 便离开了庄玉堂营帐 他一走 李三郎就问庄玉堂 要了更改户籍的凭证 庄玉堂将凭证给了他 突然问了一句 你身体好了 李三郎愣了一下 瞬间反应过来 快速捂住肋骨道 还没彻底好拳 可惜 演技不如李七郎 面上没流露出多少痛苦 可信度不怎么高 庄玉堂笑了笑 没拆穿他 我瞧着你生龙活虎的 倒是一点也看不出 之前受过重伤 顿了一下 你受伤到现在 才一个来月吧 断了三根肋骨 还能伸入北岩后方 背回你殿 你这恢复能力 真是让我惊叹 李三郎将笑道 我身子骨结实 庄玉堂认同的点住头 看了一眼 比同龄人 都要高出一个脑袋的两兄弟 你们三父子的身子骨 确实很结实 你们这样的体格 就算是 好吃好喝的大户人家 也未必养得出 你们吃什么了呀 李三郎心中一跳 大户人家都养不出 又何况是 缺吃少喝的军户 庄将军这是在怀疑什么吗 就在这时 李七郎 一脸神气地开口了 我们天天都有肉吃 看住一脸骄傲的李七郎 庄玉堂嘴角勾起了笑意 你们哪来的肉吃呀 李七郎高抬住下巴 我们自己猎的 因为天天都有肉吃 所以我们长得壮实 庄玉堂继续笑问 你们自己猎的 戈壁滩上 可没多少动物 你们去哪猎的 你爹和你哥都不在家 就你一个人去打猎 李七郎 我们是去 就是在戈壁滩打猎的 里面的兔子 一窝一窝的 有很多 我不是一个人 是跟住我姐 说到这里 李七郎想到了 李五鸦 时常挂在嘴边的 她要做淑女的话 连忙改了口 是跟住我二姐去的 我五姐娇滴滴的 手不能提 肩不能抗 就在家学织布 庄玉堂面露古怪 你不是说反了 你二姐在家织布吧 李七郎极力证明 自己没说错 我没说反 你想啊 我二姐是长姐 得担起照顾 弟弟妹妹的责任 我是男子汉嘛 不好不出力 但我五姐是个姑娘家啊 在家享受就好了 庄玉堂失笑道 你们兄妹的感情 到底挺好 不过 你们是不是有点偏心呀 你二姐也是姑娘家呀 她不该享受吗 李七郎愣了愣 也该享受啊 之前不是因为我还小吗 才需要她帮忙 如今我长大了 她就该享受了 嗯 等我爹和我哥回家后 她就更不用做什么了 庄玉堂 看住李七郎这个小滑头 知道问不出什么来了 看住李三郎提醒了一句 总督大人 那玉佩是好东西 代表着蔡家欠你们的人情 人情最好用在刀刃上 李三郎连忙道谢 多谢将军指点 庄玉堂点了下头 然后就挥手 让他们下去了 两人一走 徐成坤就走了进来 将军 你是觉得他们有什么问题吗 庄玉堂摇了摇头 问题倒是没有 就是奇怪 李三郎的伤势好得太快了 当初他受伤的时候 你还几个赵昂怎么说的吗 肋骨断裂 内脏出血 至少得在床上烫两三个月 可你瞧瞧李三郎那样子 像是一个月前受过重伤的吗 徐成坤不解了 是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庄玉堂双眼瞇了瞇 他们应该认识某个医术超群的大夫徐成坤一听 立马道 那将军为何不干脆直接问 李长森和李三郎都在军营待过 知道将士们受伤的惨状 或许会主动说服那位大夫过来 庄玉堂摇头打断了他 你没瞧见兄弟俩都在顾左右眼其他吗 这李家人还真是有点子运到伤好的快 只是其一 让他心惊的是 李家三父子那壮实的身体 作为庄家重点培养子弟 从小各种强生健体的药育 他可没少炮 可是 和军户出身的李长森一比 不管是爆发力 还是耐力 他竟比不过 而那李三郎和李七郎 因为年纪还小 身体各方面都还在增强 假以时日 可以想象日后必定是顶尖高手 想到李三郎坚决地离开之意 庄玉堂眉间就染上了怒色 日后降世升降 你亲自盯住 像那种烂鱼冲树的事不许再发生了 李长森是在第三天醒来的 醒来后的当天 李三郎就禀告了庄玉堂 和李七郎带着李长森回家了 回到家 李长森养了两天 稍微有了些精神 就立马让李三郎拿着户籍更换凭证 去找李老爹 李家的户籍在李老爹手中 要更换户籍 必须得找他 爹 这次我们把家也一起分了吧 李长森看住巴巴 看住自己的小女儿 摸了摸他的脑袋 先换户籍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对于这个回答 李五鸦不是很满意 脸色就带了些出来 李三郎见了 连忙把他拉到了一旁 爹现在不提分家的事 是对的李五鸦面露疑惑 为什么 李三郎 君户有君田 普通名户想要田地 要么自己开荒 要么拿银子买地 一听这话 李五鸦立马就明白了 一旦户籍更改了 李家如今的所有君田 肯定都要收回去的 没了田地 李家那么大一家子 靠什么生活 这些年 李家多亏了 有李长森顶住 要是这个时候提分家 李家人没了君田 又没了依靠 肯定是不愿意更换户籍的 是我想少了 哥 我跟你一块去 他们要赶不答应 我就打 看住凶巴巴的李五鸦 李三郎压下他捏起的拳头 你不是说你要做淑女的吗 哪有淑女动不动就挥拳头的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轻易动武 要不然 咱们有李也变得无理了 放心吧 爷那边有我 我保证今天就带着他去西宁城 将咱们家的户籍给更改了 看住自信满满的李三郎 李五鸦没说话了 笑着道 那我就等猪哥的好消息了 李三郎笑腻了他一眼 拿着凭证就去李家了 他前脚离开 李五鸦后脚就带着李七郎 悄悄跟了上去 如今的李家院子 早没了以前的气派 别看李家二房 三房那么多人 可没了大房 连几间像样的屋子都盖不起 李家院子被烧毁后 还是在邻里的帮助下 才盖了三间屋子 李老爹 李老娘住一间 倒还算宽敞 但二房 三房七八个人几一间 就十分的拥挤了 尤其是李大郎 李二郎 李大鸭 年纪都不小了 还和爹娘 弟弟妹妹住在一起 很多时候都会不方便 李三郎看住破败的李家院子 神色有些复杂 虽然在这个院子里 大多数时候都是不快乐的 但他也确实是在这个院子出生 长大的 对这里 还是有些感情的 李三郎看住手中的凭正 然后伸手捂住胸口 一步一挪 神色痛苦 十分吃力地走进了李家院子 见他这样 跟过来的李七郎撇了下嘴 哥的演技太差了 还不如让我去呢 李五鸭知道他哥 要如何说服李老头了 笑看着李七郎道 你去可没什么分量 哥是长子 他和爹都重伤了 要是不更换户籍 卫所那边肯定又会来要人了 你才十岁 就算他们想让你去 卫所也不会收 那么 就只能让二房 三房的出人了 你说 就李老头和李老娘 对二房 三房的偏爱 舍得让他们去送死吗 是的 绝对是去送死 他爹和他哥身子骨柏在那里 又会武功 就这样 他们上了战场 都重伤垂死 更何况是李家其他人了 其实大部分军户上了战场 能活住回来的 真的少之又少 这些年 天岭屯各家都在死人 有个别家 直接成了绝户 整个军屯都愁云惨淡的 他们家之所以能成为例外 不过是因为有他这个外挂在罢了 爷 这更换户籍的机会 是我爹冒死换回来的 你还在犹豫什么 屋子里 李三郎虚弱地坐靠在凳子上 呼吸时缓时粗 一副提不起其来模样 李老爹看了看李三郎 眉头拧成了疙瘩 军户变更成名户 这是别人求也求不来的天大好事 可是 此刻他真的很犹豫 若是没和老大一家离心 他二话不说就会同意的 可是如今他们和老大一家都不来往了 更换了军户户籍 没了军田 他们一家要怎么活下去 老大还能养着他们吗 李三郎看出李老爹的犹豫不决 也不说其他的 只是道 我和爹这般模样 是不会再上战场了 要是不更换户籍 恐怕家里得让其他人去 猥琐了这话一出 二房 三房的人都紧张了起来 纷纷哀求地看住李老爹 李老娘 李老娘也急了 他可舍不得儿子孙子去死 但是他也清楚收走了军田 他们日子肯定会过得十分艰难 三郎 回去告诉你爹换户籍可以 但是他必须答应每个月孝敬 我和你爷五百钱 不然 大家就继续当军户吧 这副活脱脱 他们求着他们更改户籍的嘴脸 把用精神力偷听的李五鸭 直接气笑了 这老前婆的无耻 简直令他叹为观止 五百文钱听着不多 可是 他娘在驿站当差 忙前忙后 一个月才能拿两三百文呀 那老前婆一开口 就要了两个人的工钱 这不还是在让他爹他娘养着整个李家吗 李三郎里都没理李老娘 只看着李老爹 爷 你怎么说 你要是也不愿意 那我就将这张凭证卖给其他人 我想很多人都愿意买的 至于咱们家 爹领关那边的站是挺紧的 过些天 再出个人就是了李老爹一听这话 顿时急了 三郎 这凭证是你爹冒死得来的 怎么能卖给其他人呢 李三郎有气无力道 这不是奶不愿意更改吗 李老爹沉默了一会儿 成了名户 咱们家可就没田地 你奶也是为生计发愁 说着 看了看李三郎 你爹是李家长子 以前虽有些不愉快 但都过去了 要不 你们还是搬回来 跟我们一起住吧 李三郎瞥了一眼狭窄的屋子 怕是住不过来吧 李老爹面上有些不自在 他内心深处 真的很不想承认 李家离了大房一家 就没法把日子过起来 可是 现实就是如此 李老爹看了看二儿和三儿 失望地移开了视线 都是一个屋檐下长大的 为何他们和老大的差距 就这么大呢 嗨嗨 李三郎剧烈咳嗽了起来 爷 我不能在外头多待 你要不愿意更换户籍 那我就走了 说着 就站起了身 等等 李老爹叫住了李三郎 他心里清楚 老大一家也是想换户籍的 想了想便道 三百文 你们家每个月给我们三百文养老钱 我立马就跟你去西宁城 李三郎淡淡地看住他 养老钱 李老爹 是 我们也不要求你们搬过来一起住了 但是你爹是长子 他给我们养老钱 是应当应分地说着 担心他们时候不认账 又道 你要是同意了 就跟我一块去屯长那里抱个背 李三郎面上露出一丝浅笑 爷 我爹是你的长子呀 你对自己的儿子一点信任都没有骂 李老爹面色僵了僵 刚想说什么 又听李三郎道 还是说 你根本没把我爹当儿子看待过 才会这般防备他 说完 也不给李老爹辩解的机会 直接走出了屋子 走吧 去屯长家 姐 我们每个月真的要给他们三百文钱吗 李七郎气呼呼地鼓着脸 满脸的肉痛 三百文啊 这么多钱 够吃好多肉啊 李五鸦笑了一声 你没听哥对屯长说 那是李家长子给双亲的孝敬钱吗 说着 哼了一声 可是爹不是李家长子啊 自然就不用给他们养老了 李七郎啊了一声 李五鸦嘴角扶住冷意 既然要分 就分彻底 之前我还只想着分家 可如今看来 分家哪里够啊 得断清 第五十一章 另立门户 断清 李七郎瞪大了眼睛 怎么断 李五鸦没立即回答 而是摸着下巴沉思了起来 在边关 因战乱多 生活难 导致大家需要抱团 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所以 这边的人几乎家家户户 都是几时同堂的生活在一起 很少有人会选择分家的 提分家 会引发轰动的 同时 也不会得到他人的理解和支持的 分家都这样了 更别说是断清了 断清 太挑战这个时代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而建立的家族秩序了 这是不容易办成 除非他们拿得出他爹 不是李家亲生儿子的证据 证据 李五鸦突然想到了 前世小说中提到的 滴血认清 虽然这种手段 没什么科学依据 但是别人相信啊 也许 他可以安排一场 滴血认清 只要证明他爹 不是李家的亲生儿子 再加上李家这些年 对他的苛代 这清断定了 不过这事还得好好谋划一番 要不然 以李家人的无耻 肯定会抓着他爹 这个免费工具人不放的 得有人见证 从而让李家人变无可变 怎么请见证人 请哪些见证人 他要好好想想 对了 舆论也不能少 气郎 你接着去找你的那些小伙伴 让他们继续在囤里散播 爹不是李家亲生儿子的事 这样就可以了吗 当然不行 不过这事急不得 咱们得好生谋划谋划 李三郎在囤长那里立了字句 显明 李长森作为李家长子 日后每月会给双清三百文养老钱 李老爹见囤长签了字 放了心 便跟助李三郎去了西宁城 将军户户籍给变更了 当天晚上 李三郎神色轻松地回了家 一进家门 就高兴地说道 爹 娘 咱们家的户籍该了 现在咱们都是普通名户了 躺在炕上还不能动弹的李长森面上 顿时露出了笑意 好 不枉费他冒死一搏 李三郎又道 爹 我按你吩咐地 同意了爷奶他们的要求 话还没说完 就被李长森立声打断 日后不许再叫他们爷奶 那一家子跟咱们家没有任何关系 李长森情绪有些激动 眼中更是闪烁着浓浓的恨意 这样的他 金月娥和李五鸦四个以前都没见过 有些被吓到 当家的 你怎么了 金月娥连忙上前帮李长森顺气 李长森眯眼深吸了好几口气 才让情绪平复下来 我没事 你们去休息吧 等我再养两天 精神足了些 咱们就和那家人做个彻底的了断 听着这话 李五鸦几个的眼神多亮了起来 他爹这样子 像是要和李家一刀两断呀 李长森没让家里人失望 户籍更换的第四天 李长森就让李三郎挨个去请了屯长 屯中几个德高望重的老者 就连一战一城都被请去了李家院子 在这些人到之前 李长森躺在木板上 被金月娥 李七郎 李二鸦先一步抬去了李家 李老爹 李老娘看李长森一家突然过来 都十分惊讶 你们怎么来了 李长森淡漠地看住两人 我是过来分户断亲的 你说什么 你疯了 李老爹 李老娘不约而同地喊出声 两人脸上全是震惊和慌乱 老大 你这是病糊涂了 连自己的亲生爹娘都不认了 你是你娘怀胎十月 拼死生下来的 这血脉相连的亲情 如何能断 李老爹色力内忍地看住李长森 满脸都是痛心疾首 一副李长森 怎么能如此不孝的模样 李长森看住这样的李老爹 心里觉得可笑至极 面色冰冷地说道 我知道了 也确定了 我根本不是李家的儿子 你们跟我没有一丁点血缘关系 这话一出包括金月娥在内的所有人都争住了 只有站在院门口等囤长等人的李武鸦露出了然的神情 难怪他爹一下就这么刚了起来 原来是绅士得到了确认呀 不过 他爹是怎么确认自己的绅士的 李长森的话 让李老爹和李老娘都慌了神 李老爹颤抖着道 老大 我看你真的是石心疯了 你娘怀你的时候 满军囤的人都看着你娘肚子是怎么一天天大起来的 不会 李长森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我去过荣城了说着 直直地盯着李老娘 你还记得当年那位和你一起生产的贵人吗 李老娘面色白了白 摇头极力否认着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李长森冷笑了一声 看向李老爹 你应该不会忘吧 毕竟当初你回了军囤 可是和不少人说起过这事的李老爹看住李长森那笃定的眼神 咽了咽口水 虽然心中慌乱得很 可脑子却转得飞快 他想着 只要他们一口咬定李长森就是他们的儿子 他就休想分家断亲 就得一直供养他们 当即就到 你就是我们的儿子 我知道我们老了 惹了你的咽 你不想认我们了 但是我们是你亲生父母这一点 你是永远都无法改变的李长森 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看住李老爹 似乎今天才认识他 我原以为这个家里 心最狠的是你那枕边人 可如今看来 你才是最狠的那个 不管是小时候 你让我带你服兵役 还是今天 我把话说得如此明了吗 你竟还能说出这么颠倒黑白的话来 一般人哪里有你这样的心肠 李老爹耿住脖子 死命地撑着 老大 你这个人从小就长着反骨 以前不听你娘的话 如今又这般风魔的要和我们分家断亲 你真的我要可救了 我告诉你 任谁来了 我们都是你的亲生爹娘 李长森默然地看住李老爹 是吗 你们是我的亲生父母 那荣成那位和我长得有七八分相似的将军 又是谁呢 这话一出 李老爹哑然了 李长森冷冷地看住李老娘 我没力气浪费唇舌 等会儿囤长他们来了 好好地分户断亲 要不然 我就直接找上那位将军家的门 到时候 你们真正的亲生儿子就等住被赶出来吧 你赶 李老娘突然抱吼出声 李长森见了 吃笑出声 不装了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冷心冷肺的人 我那么努力地讨好你 你却对我毫不关心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你不是冷心 只是因为我不是你的儿子 所以你才会那般铁石心肠地对我 在你眼里 我就是你们李家的一头 任劳任怨的伤口吧 李老娘颤抖着嘴唇 看住李长森那充满恨意的眼神 心头有些发紧 但为了那位被他换出去的长子 还是强撑着说道 可以分家 也可以断亲 但是你必须发誓 永远不许去登那家的门 不许去打扰我儿 这么说来 你是承认我爹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了 对吧 李武鸦突然走了进来 一脸荒唐无语地看住李老娘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爹不许上门认清 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恶毒的人 你哪来的脸 居然能说出这么无耻的话来 我爹 明明是好人家的儿子 却被你恶意调换了 调换了还不算 你还从小磕待他 磕待我爹还不够 还把我哥送上战场 好继续为你们李家卖命 你们一家简直就是毒窝子 李老娘心理素质不如李老爹 因为长子的事早就方寸大乱 被李武鸦这么一击 直接慌乱大吼道 你们不是想断清吗 要断清就必须发誓 不许去破坏我儿子的前程 他为什么要把亲生儿子和别人家的儿子调换 不就是想让他有一个锦绣的前程吗 这三十多年来 他一直压抑着对长子的思念 忍住厌恶 不得不把别人的儿子当自己的儿子来养 他吃了这么多的苦 他绝对不允许李长森去破坏 李老爹听着李老娘的话 恨不得冲出去捂住他的嘴巴 可惜 李二压拦在他面前 李老爹痛心疾首地看住李老娘 这蠢婆子 几句话就被人炸出李长森不是他们的儿子了 他知不知道 只要他们死咬住不松口 不管李长森一家闹得多凶 屯长都不会同意他们分家 断清的 如今 这一切都被这蠢婆子给毁了 李老娘根本考虑不到那么多 此刻他还充满恨意地看住李长森 你既被我带来了李家 这就是你的命 当了李家的儿子 你就得认命你说我对你不好 可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你就是个白眼狼 我让你将俸禄全部拿回家 你却拿去养什么拳脚师傅 不过是让你在你两个地 地后头澄清 稍微晚了一点给你找媳妇 你就敢自己领个媳妇回来 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娘放在眼里 听着这些话 李武鸦气得蹊跷生烟 天底下怎么有这么混蛋的人呀 看了看李长森 见他也在极力压制怒气 怕他起出个好胆 李武鸦立马朝住院门大喊了一句 气郎 让屯长他们进来吧 这话一出 李老爹 李老娘身子都晃了一下 然后满脸惊恐地看住屯长和义成等人 面色难看地走了进来 屯长 你可得为我爹做主呀 李七郎立马哭嚎了出来 他是练声波公的 嗓门大得很 一开口 几十米外都能听到动静 很快 李家院子这边又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李七郎声泪俱下地诉说着 李家人对他们一家的迫害 瞧瞧我爹 都被他们迫害成什么样啊 看住躺在木板上 浑身上下都包扎着白布的李长森 不少人都露出了同情之色 还有我哥 上次断了三根肋骨 大夫说了 怕是会留下暗伤呢 我哥今年才十五啊 他之后的一辈子可怎么过呀 团长 我爹不是他们的儿子 今天我们一定要和他们分家 断青 求你给我们做主 看住众人谴责的眼神 李老爹再也无法淡定了 不不不 长森就是我们的儿子 他是因为和我们起了嫌弃 不想给我们养老 才要分家 话还没说完 众人就见李武鸦一把拉住他的手 拿着一把冒着寒光的匕首 搜得一下在他手指上划了一道口子 接着 李二鸦飞快地端来了一个白瓷碗 接住了手指上滴落的血液 出手太快 等到两姐妹来到李长森面前 同样划破了他的手指 众人才反应过来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李老爹瞬间白了脸 直接爹坐在了地上 血液相容 视为血清 血液不容 毫无关系 大家自行看吧 李二鸦将白瓷碗放到地上 任由所有人打量 碗中 两团血迹精卫分明 丝毫没有融合的迹象 天了 李长森真的不是李家老两口的亲生儿子 对吧对吧 当年我就没说错吧 我就说李长森不是他们的儿子 你们非要不信 你们也不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李长森哪里长得像李家老两口了 还有 哪有当爹的会忍心让才13岁的儿子上战场的啊 是啊 李长森可是老大 可却是家中最后一个成亲的 咱们这些人家 哪家不是先锦柱上战场的人 就李家反着来 原来不是自己的儿子不心疼啊 难怪当初长森出世 不是李老二 也不是李老三 同时越过了李大郎 李二郎 非要送李三郎去猥琐 现在可算是明白了 真是太狠了 看出众人议论纷纷 李五鸦将早就写好的分户书 断清书拿了出来 给了李三郎 让他去找屯长等见证人主持分户断清 李老娘的亲口承认 再加上后头的低血验清 即便对分家 断清狠排斥的屯长等人 此刻也说不出任何反对的话来了 不管李老爹有多不愿意 不管李老娘如何哭天枪地 李长森一家还是和李家分了户 且在满团人的签字见证下 断了清 可谓是断了得前前进进 当天 李三郎就拿着分户书 去了西宁城 重新另立了户籍 第五十二章 买房 总算摆脱了那糟心的一大家子了 成功分户 断清 舆论还都站在他们这边 李五鸦一家都十分的高兴 爹 现在我们不是军户了 天领屯这边太偏 太平级 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去别处谋生吧 李五鸦开口提一道 李七郎最是响应李五鸦 立马问道 那去哪呢 李五鸦 自然是哪里繁华 就去哪里了个人的发展 离不开地方 就像在这戈壁滩上 资源平级 任你天大的本事 也就多打点链 改善一下生活 就顶天了 李七郎从有限的见识里 挑选出了一处去处 囤里的范秀菜 老实说 什么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的 那里一定很美 要不我们就去 范秀菜说的江南 李五鸦猛点头 对对对 江南水乡最是养人了 西北这边又前又躁 瞧我们这皮肤 又黑又糙 一点都不水灵 受天池老人影响 李七郎也是个爱美的 那我们去了江南后 可得好好保养保养 见小妹小弟越说越来进而 李三郎不得不开口打断两人 行了 江南再美都跟我们没关系 因为我们根本就去不了 为什么 李五鸦 李七郎一口同声地问道 李三郎 为了防止边疆人口流失 咱们这边的户籍 是不能随意牵出的 什么 李五鸦 李七郎齐齐皱了脸 这户籍怎么这么麻烦呀 就是 军户改名户不行 牵出去也不行 生在这边疆也太难了 那就是说 我们想离开西北还不行了 不行也得行 就是砸银子 我们也得砸走李二鸦 点了一下李五鸦的脑袋 口气是越来越大了 我问你 你倒是有多少银子可以砸呀 李五鸦一夜 之前他带着李七郎 在戎城端户言家 天罗门的事 他还没跟家里人说呢 他暗暗算了一下 那一趟他和七郎骑马转了万两银子 是妥妥的小富婆和小富翁了 金月娥笑看着说笑打闹的儿女 转头看向李长森 咱们和那边闹成这样 我也不想继续留在囤里了 要不就搬去西宁城吧 李五鸦立马摇头否决了 西宁城太小了 而且离天领囤还竟说着 坐到李长森身边 爹 你是一家支主 你说我们去哪 李长森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沉默了起来 只见他盯住屋顶看了好一会儿 又打量了一番李三郎四兄妹 然后才到 去荣城吧 一提起荣城 金月娥几个纷纷想起了 之前李长森在李家院子说的话 几人都有心 想问一下他爹的身世 可见李长森闭上了眼睛 一副不想谈论的样子 又默默闭了嘴 好了 你们爹要休息了 都出去吧 该干嘛干嘛去 从房里出来后 李五鸦就拉着哥姐嘀咕了起来 哥 你说爹让咱们去荣城 是不是想去认清啊 不管爹认不认 他都是我们爹 我还不知道这个李五鸦摸着下巴 爹说那人是将军 也就是个武将 武将之家来 李七郎好奇地看住他 姐 你叹什么气啊 李五鸦 我就是觉着武将之家 咱们就是认了 好处也不是太大呀 听到这话 李三郎 李二鸦 齐齐瞪眼看了过来 什么好处不好处的 别乱说 武鸦 爹若要认清 那一定是基于血脉亲情 你别说的这么这么 李五鸦见李二鸦 半天都找不到 合适的词语 忍不住替他补上 别那么功利 开口闭口 都是利益好处 对不对 李二鸦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李五鸦撇了撇嘴 如果认清 对咱们家 没有实际性的好处 咱们为什么要认 哥 姐 你们也实际点 好不好 别活得太理想主意了 爹刚出生 就被调化了 咱们和那家人 没有任何感情 血脉亲情 喝 在李家 你们还没吃够 这所谓的血脉亲情的亏吗 李三郎和李二鸦 沉默了 好了 这是不是我们该操心的 一切听爹娘的 确定了要去荣城 李五鸦就拉着兄姐和弟弟 商讨了起来 去了荣城 给有住的地方吧 我们是不是 要先进城买房呀 买房 这得花多少银子呀 银子的是不用担心 我们带爹离开 碟岭关的时候 蔡总督 让人送了一百两给我们 够我们买房的了 需要买房吗 租房不行嘛 房子还是买得好 租房子总有 重漂住的感觉 一点都不像家 再有二十来天 就要过年了 哥 我们立马就去荣城 看房子吧 争取过年的时候 能在新房里过 好好好 现在就去买房 那哪些人去呢 我肯定是要去的 李五鸦当人不让的 举起手 对了 还有哥 哥也得去 买房得他出面 李三郎十五了 在外也算得上 是半个大人了 进行房屋买卖 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也要去 李七郎立马跟上 李二鸦也一脸一动 但他知道 爹受伤卧床 他们兄妹得留一个在家 给娘帮把守 便主动道 那我留在家 把李五鸦看了看李二鸦 伸手搂住她的脖子 姐 你太好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给咱们家 选一个最好的房子 李七郎你又样学样 也上前搂住李二鸦 姐 你可真是我的好姐姐 我爱死你了李二鸦 被弟妹搂得直翻白眼 赶紧推开这两个 磨人的小妖精 知道自家小妹主意大 忍不住嘱咐了一句 哥 你可得看清点五鸦 别让她乱来 李五鸦瞪眼 我什么时候乱来过 李三郎笑了笑 帮她说了一句 五鸦做事 还是知道分寸的说完 就起身去找李长森 和金月娥说事去了 第二天 吃过早饭 李三郎就带着李五鸦 李七郎 朝着戎城出发了 看住三个孩子出门 李长森神色有些茫然 当家的 怎么了 你说 我们搬去荣城 是对还是不对 这 金月娥有些迟疑 乌鸦有句话说得好 越是繁华的地方 机会才越多 才越能博出一番前程 所以 为了四个孩子有个好前程 她打心眼里 是认同去荣城的 毕竟荣城是边关最大城市 西域都护府就设立在那边 可是 她又明白丈夫的持续和忧心 既然丈夫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要说她不想去认自己的亲生父母 这肯定不是真的 她知道 丈夫其实是很渴望父母关爱的 要不然 面对李老爹李老娘那般苛代 她还是扛起了李家的大部分生计 可是上门相认 人家会认她吗 丈夫只是一个长在军户之家的低频武将 和大户人家的公子少爷相差太大了 高门大户又是最重名声脸面的 此刻她很理解丈夫的忧心 犹豫和自卑 当家的 咱家的四个孩子都是好样的 我相信 他们就是靠着自己 也能拨出一番天地的文言 李长森伸手紧紧握住了金月娥的手 她想认清吗 想的 一方面是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爹娘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另一方面也是有为四个孩子打算的意思 好人家的孩子和普通人家的孩子 哪怕浅薄如她 也知道其中的巨大差别 可是 人家想认她吗 妻子看出了她在这方面的忧虑 如此宽慰她 让她很是窝心 有了她的理解之痴 她也能松口气 她都这般年纪了 是好是坏都无所谓了 她就怕耽误了四个孩子 广威将军府蒋家 之前她只是粗略地打探了一家蒋家 蒋家到底是什么情况 她还一无所知 罢了 还是等日后去了荣城再看吧 另一边 去往荣城的路上 李三郎正在奋力追赶 将自己落下一大截的弟弟妹妹 哥 认输了吧 你追不上我的李气郎嘚瑟地跑在前头 看出跟在他屁股后头的李三郎 心情好得不得了 李武鸦笑道 气郎 你还是优住点吧 你要是被哥靠近了 他一拳就能把你给撂翻了李七郎 我知道我近身战斗不行 当然不会让哥追上了荡天下午 三兄妹就到了荣城城墙下 姐 我们的清宫又静静了 上次他们来的时候 天都黑了 这次天还大亮住呢 三人进了城 找了家客栈住下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看房了 得益于上次满城寻找护颜家据点 李武鸦如今对荣城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房屋分布情况都大致知道 这为他们找房子省下了不少时间 一百两银子 李三郎原本觉得是笔巨款 可当看过几处房屋之后 他才发现一百两银子 居然连个像样的四合院都买不起 要么是大小不合适 要么是地段不行 反正和新一的房子售价基本都超过了百两 这可把李三郎难住了 尤其是看到李武鸦 李七郎还专门挑好地段 房间多的四合院 他就更愁了 武鸦 七郎 咱们银子不多 要不 往外城看看 外城 不要 外城那边的治安不如内城的好 内城各方面确实要比外城好太多 那要不 但咱们选小一点的院子 你们看 咱们家也没多少人 爹娘一间 我和七郎一间 五鸦你和二鸦一间 再加上厨房 四五间屋子就构筑了李五鸦摇头摇得更凶了 哥 咱们都大了 该有自己的房间了 尤其是你 都十五了 过两年都该娶媳妇了 怎么还能和七郎住一间呢 哥 买房是大事 马虎讲究不得 我们买大一点的院子 日后你就是生了孩子 也不会没地方住李三郎 小妹想的也特远了 就是有点废银子 看住他哥那忧愁的面旁 李五鸦突然反应过来了 哥 你是不是担心银子不够呀 李三郎瞥了他一眼 心道 可算是反应过来了 谁不想要地段好 房间多的大院子呢 不就是银子不够吗 李五鸦想着也该将白月光 黑莲花大闹融成的事告诉他哥了 正斟酌着怎么开口 就听李七郎豪气地说道 哥 银子不是问题 咱们有钱 李三郎瞥了他一眼 你哪来的银子 李七郎快速看向李五鸦 李五鸦也顾不得斟酌了 直接将上次和李七郎来融成干的事 统统告诉了李三郎 从护炎家的据点 还有天罗门那边 我们应该赚了差不多一万两银子 所以 买房的钱绝对管够 还能剩下银子买地呢 李三郎听的目瞪口呆 睁大住双眼 嘴巴半张 一脸结舌地看住面前的弟弟妹妹 端掉护炎家的据点 灭了西北第一组织天罗门的老巢 天啊 五鸦是在跟他讲天书吗 看住踩到他腰高的弟弟妹妹 李三郎感觉自己好像在做梦 这是给他的冲击太大 他要缓缓 不过 看住李五鸦拿出十多钉十两重的银子 他想做梦都不得不清醒过来了 李三郎眼神复杂至极 此刻看住弟弟妹妹 他真觉得自己弱爆了 你们 你们真的那么牛吗 李七郎眉飞色舞地帮他补上 哥 我和五姐牛吧 李三郎 牛 摸着银子缓了好一会儿 李三郎才平复下心绪 一冷静下来 就觉察出了里头的危险 满脸不认同道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怎么就敢去招惹护炎家和天罗门呢 你们想过没有 万一他们的人多 万一你们不敌 你们会面临什么吗 李五鸦哼了哼 霍炎家的赶在战场上盯住你 我就敢端到他们的据点 我这样做 也算是为国为民做了件好事呢 至于天罗门 他们要来杀我和七郎 我当然要主动出击了 不然 还真的等着他们杀上门来不成 暗杀组织 做的都是暗杀的勾当 没一个是无辜的 不是杀人 就是被人杀 没什么好说的说完 又自信一笑 哥 我做事你放心 我既然敢带着七郎找上门去 就自然有我的把握 我是很惜命的 不会乱来的李三郎叹了口气 小妹胆子如此之大 十岁就敢带着弟弟去灭北燕暗探和暗杀门派 她敢放心吗 二妹的叮嘱是对的 她是得好生看好小妹 李五鸦将银子推给了李三郎 哥 别操心银子的事 放心大胆地去挑院子吧 李三郎默默将银子装进了兜里 不用为银子烦心的感觉真好 但要是弟弟妹妹不那么胆大 她会更开心的 最后 经过三兄妹协商 买下了东城距离辅学 有一街之隔的一座二进四合院 这座四合院的前主人是个读书人 院子收拾得很齐整 从临街大门进来 是隐壁 隐壁左边是一道月亮门 进来便是三间导座房 外加停放车马的马舅 马舅旁还打了一口井 倒座房正对住垂花门 垂花门两旁是抄手游廊 进去就是居住的院子 上房三间 一明两岸 左右还各有一间二房 东西厢房同样是一明两岸的三间房 院中还摘种着不少草木 这处院子 不管是李三郎 还是李五鸦 李七郎都很满意 一是地段好 二是院子不大不小 房间不多不少 刚好满足他们一家的需求